我们的题目是就业贫穷 为什么我们选这个题目 明明有工作,为什么会贫穷 就业贫穷的定义是 家庭有教多的儿童或长者需要照顾 因此未能释放努力 全港就业人士当中 有15.6%是属于就业贫穷 我们在深水埗进行问卷调查 对象是主婦 在17个受复者中 4-5人的家庭成员是最多 此外,有11个受复者表示 他们是需要照顾家庭成员 而绝大部分的人有入不呼之的情况 教多人认为最大支出是火食方面 所以得出以下结论 大多数人要照顾家人 支出大,但又不可以出来工作 所以未能分担加计 根据以上结论 我们设计了以下方案 计划名叫住家餐单 家庭主婦平时要照顾家人 和煮饭 所以我们看中了他煮饭这一点 将住家饭推广到学校 社企会上门收集住家饭 再送到学校 和给钱他们购买食材 社企赚取利用之后 会和商店或机构合谈折扣优惠 运作模式是派发优惠券给他们 以作身份辨认 去到指定商店就可享有优惠或津贴 而这些优惠分别是食物或日用品的折扣 书宝津贴 医联津贴等 贫穷家庭有额外的收入 社企有多份收入 去帮助社区 学下学生 又可食得健康 造成三赢局面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